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申偉強師生 大家好 繼續了 上一次談到哪裏 你被別人在那裏邊編 我不知道是邊拆還是邊撻 是的 然後你就被杜sir邊編了 我發覺這輩子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是不是 你走到一個階段 可能有一個階段走得很好 突然卡住了 卡住了 不知道怎樣的時候 突然會有一個人升上來 罵我一輪 我們繼續走回 上帝之手 是不是 上帝之手 沒錯 有些貴人 但是很幸運 真的幸運 上一次我是說到 杜sir 杜sir在我會考第一次失敗的時候 罵我 那麼容易跌倒嗎 你們是這樣的人嗎 身為強是這樣的人嗎 讓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我不是 我應該可以的 那時候站在身上 我再會考 很努力讀書 然後考完之後 成績不錯 我就覺得 好了 我可以放下 因為我終於在跌倒的地方 站在身上 然後我就考英學院 考英學院 在英學院那幾年裏 我都很努力 大部分時間 都有一些沉淪的時候 大部分時間都很努力 都拿了一些獎 也都很幸運 做了一些戲的主角 但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最幸運 最幸運就是有很關心我的老師 他關心我 除了在學校關心我之外 他一直留意著我的成長 其中一個我要說的是 King Sir 鍾慶輝先生 他是院長 高高在上 有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就是當我剛入學 沒多久 我有一次搭電梯和他同電梯 面對面的電梯很小 面對面 我不敢和他打招呼 我沒有和他打招呼 大家看看 他又知道我是學生 我又不和他打招呼 臉很懵懵懵的 後來 我跟King Sir說 對不起 剛才我不敢和你打招呼 King Sir 過了多久 過了 其實我第二天就跟他講 我覺得不是頗有禮貌 但是King Sir 在我未讀書 一直小時候 他是一個戲劇大師 站在我前面 有些不知如何 他在我生命中 第一次出場已經是這樣 所以令我有些 呼吸不到 在升降機中 有幽閉恐懼症 沒錯 就是他有一種壓力 但其實他沒有壓力 他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是 可想而知 King Sir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很幸運 其實他有這麼多學生 他真的可以不記得你 可以不當你 但是他一直留意著我在APA的成長 甚至乎在我考化劇團 其實他是其中一個委員 考化劇團 直至到化劇團 說請我 他還特意約了我去學校的餐廳 和我聊 現在馬鈴鐺 現在馬鈴鐺 聽到了 你要記住 要用心思讀書 不 對不起 你要用心思做事 讀書已經很用心思 你用心思做事 你要用心思做事 你要用心思做事 不要怕吃虧 因為 就算剛進去 那些人指你做這件事 做那件事 你不要覺得自己好像被人碰 甚麼都做 因為 你甚麼都做 始終得一個是你自己 是 我以前甚麼都做 人家叫我做甚麼都做 我就知道 我今天做的事 最後是賺回自己 人家有是非有鬥爭 不要力 不要介入這些漩渦裏面 自己做好自己的事 是 我覺得當時很有趣 很有趣 有兩點 第一 他好像在教授秘級的最後一章 APA的最後一章 就是這樣 另一個奇怪的是 難道我將要進入龍潭虎魚 怎麼會這樣呢 就令我突然 有警告 是的 我本來就是一心打算入香港話劇團 很幸運 結果我夢想成真 但我沒有想過話劇團是怎樣 我只是想進去 但經他這樣說 我就覺得 香港話劇團是甚麼地方呢 我就開始有點 不安了 但不要緊 我知道他很關心我 甚至我覺得他很體重 你可以考到入話劇團 你就要珍惜這個機會 是的 所以我就很感謝他 很感謝 但是 你知道 人不會永遠都這麼順景 你以為很順景 考了入話劇團嗎 但是你在話劇團的發展 未必是這麼順景 因為有一件事是很衷心地說 這個世界高手有很多 你在學校就算你是尖指 也不代表你去到一個專業劇團 你是可以一帆風順 因為實在有太多人比你厲害 你得不到機會是應該的 是 因為別人比你好 當然是給別人機會 別人不給你機會 但是 在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 其實他不是不謙虛 他也不是不努力 但是 時間久了 他開始有挫敗感 挫敗感就是 我是否永遠不會做得好 我是否永遠都只可以做一個後備的演員 或者一些次要的角色 我是否永遠沒有機會做到那些 我很夢想做的戲的主角 我是否永遠都沒有機會 或者有些發揮的配角 也好 最慘的是 你畫的團做的很多時候 都是一些很經典的戲 的男主角是我讀書的時候 夢寐以求很想做 但是 我只能看著別人做 我最多只能做到他的後備 就是說 萬一他有什麼事 就是我想 現在也沒有人有事 所以現在也沒有想過 我是否永遠只可以這樣 但是我很用心 不用我排戲的時候 我坐在那裡看著那些大師級的演員 我一直在轉摩他們做戲的方法 雖然我沒有份上場 但是我在這裏 坐在這裏的時候 我一直聽著導演 一直自己嘗試理解 一直在路上跟著 我自問我十分努力 但是我1994年入畫劇團 去到1999年 我偶然只是有一些 比較有少少戲做的角色 我挫敗 我挫敗 甚至乎 我質疑 其實我是否不應該繼續在這裏 我是否應該離開這個行業 我是否應該趁 還未到30歲 我轉行 是否呢 那這種心態影響了我 除了一個人灰了之外 是 站上台沒有信心 只是一個普通的角色 站上台都 我覺得觀眾不喜歡我 我覺得 我好像要再做些事情來取悅觀眾 我走歪了一點 開始做一些搶戲的事情 用這樣的方法來做戲 甚至乎會有些縮壓 我沒有信心 我上台緊張 你會惡性循環嗎 我開始憎恨自己 因為我意識到是這樣的 我憎恨自己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 剛剛那時候是 排著King Sir的 《一拍兩散偷錯情》 排戲 做鬧劇 玩玩玩 都是用一些老方法去做 但是我一邊做 我一邊用這些方法去排 我一邊打擊自己 都不要笑 都不要看 自己 自己用這些方法是一個保護罩 戴了一個面具 其實裏面的人是很不開心的 有一陣子排戲 我跟King Sir說 我跟King Sir說 我想離開 他說為甚麼 我開始覺得自己演戲不好看 我覺得人們不喜歡看我演戲 我覺得我 不如我走了 你怎麼可以的 你這麼沒有信心 你怎麼做下去 你甚麼時候都要覺得 明天比今天更好 今天比昨天更好 今天更好 明天更好 今天更好 真是罵我 那一下也是一巴掌 我真的醒了醒 說真的 我真的因為這句話留下了 真的 因為 回想回頭 五年而已 King Sir做了這麼多年 你找到真體了沒有 五年而已 King Sir還在做 還在尋找 還在學習 還在尋找 還在嘗試 令自己明天比今天更好 你有甚麼權放棄 突然覺得自己 可以 雖然 局限不是一下子可以改變 尤其是要贏得 當時藝術總監 楊西白先生的信任 不是一點也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 我要再給自己試 我應該可以 你覺得當時如果 贏不到楊總監的信任 其實是有甚麼特別的原因 有 當然 因為在口味上 他也是很著重 台形 身高 或者質素 你是哪種類型 你是主角就是主角 你是奸角就是奸角 你是醜角就是醜角 即是有定型的那種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我不可以批評 這種口味是不對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藝術主觀 你說他請你回來的時候 他已經想著你是做哪一種型 他跟我說 因為你快臉而請你 他意思是 因為你這個樣子而請你 你是一個奸角的人才 年青奸角 我請你來做年青奸角的 所以他已經定了我認 所以有一些行老正的角色 他一定不會怨我 通常他讓我演戲 那些角色都是搞搞震 沒有光顧的 就找我做 但是長此下去 其實我自己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 沒有什麼突破 做來做去都是這樣 但是King Sir這番說話 就是罵醒我 突破你自己找 不是別人給 別人不給你 你就沒有突破了嗎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信不信自己做到 你連這個信念都沒有 你去任何行業都死了 你今天不做戲 你去做什麼都死 因為你基本上 作為一個人的信念你沒有 是 我這番說話 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不知為何他說的威力特別大 真奇怪 我留下了 正如我剛才所說 局面不是即時可以扭轉 但是我演戲的樂趣在上 其實去到楊總監臨走之前 他對我的信任是大了 是 他每年都會 每年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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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報告 平日你的表現 其實他都跟我說 他都覺得我 我覺得你有前途 他說 你很努力 你都把握機會 去表現自己 有時候 本來我打算 那個角色不是你做 但是見到你的Casting 我也不能夠不讓你做 我覺得其實 我贏了一些信任 那個信任是來自我 我對那件事沒有放棄 是 所以 其實King Sir這番說話 是 冥記於心 我覺得 可能他都忘記自己說過 但是對我來說 我一定記得 你其實也很幸運 就是 邊擦或邊擦的人 都是一些重磅的人 重磅 腾腾得很重 我打算 跟他聊天 誰知道他一彈不合適 真的 但是我覺得 要清醒的 是自己不爭氣 自己不爭氣 但是這樣也是 令我留下了 留下了 因為 往後去看到的 經歷的事情 是另一片天地 我真的很慶幸留下了 我也很慶幸 很慶幸你留下了 可以跟你做同事 對 對 還要現在繼續這樣聊 否則 可能未必 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 我從來 我不是一個 自信心爆棚的人 也不是一個 很懂得開自動波 積極的人 我覺得總是 在生活中 要有一些事 令我反思 我才會動 我不懂得 沒有事發生 但是我自動很積極 我不是那些 那麼恐怖的人 所以我覺得 也很幸運 因為我生活中 也有這些 大大小小的事 一些人說過的 重要的說話 令我提醒 幫我充電 我經常覺得 去到我沒有電 幫我充電 我繼續走 我覺得很幸運 當然 King Sir這番說話 令我留下了之後 但怎樣都依然是靠我自己 我不能夠長期說 King Sir我不行 我打電話給你怎麼辦 不行 我都不會這樣做 但是 往後 我有動力之後 我發現 我到了一個 做戲的樽頸位 就是 因為被定型 因為我長期做某類角色 即是否更加奸角 更加奸角 或者搞效 搞笑 小人物 我到了一個樽頸位 是 我不懂得還有甚麼方法做 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怎樣開拓自己 接著下一個重要人物出現 就是 毛老師 俊暉先生 毛老師他上任 他就說 下一個戲要你做 寧玉劫 Crucible 一個很出名很經典的戲 我要你做男主角 John Porter 一個 當然 當年 不夠三十歲 但要做一個壯年角色 一個緊張的悲劇英雄 我說 我猜不到 如果你是說 遲遲十年做 我都好像有些心理 為什麼 你再不轉 你會做死 因為他看到 他看到 你再這樣守著一些很擅長的角色 你會做死 這個演員就死了 就夠不怕 趁你未成習慣 我要你突破 我要你改 我要你再找自己的路向 他給我一個這樣的空間 給我這樣的責任 我去做 那我就覺得 我知道了 這個功課我就是要做這件事 那我就做了 我現在回望 我做得不好 因為在技巧 在人生的月曆上面 其實我很柔軟 我怎麼可以駕馭這個角色呢 但那個經驗 對我來說有一個很好的啟發 就是 做一個主角 不是這麼簡單 你以前怨別人不給機會去做 到你自己站上台 你是不是做到呢 因為我做很多東西要學 很多東西要認識 例如 怎樣帶一個戲走 作為一個主角 主角 你要帶一個戲走 你要帶觀眾去看戲 你是要有方法 你也要有技巧 最重要 你要有這樣的信心和奮 是 這件事是我需要時間磨鍊 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 雖然你說 你現在看回覺得未成熟 或者你真的需要時間 但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不打開那時的那一部 其實就沒有你現在的 雖然我今天也是 你不要經常說到我今天好像很什麼 我有點害怕 不是啊 你拿過很多最佳什麼獎 男主角 拿過 《悲政劇》你也拿過 《悲政劇》你也拿過 《喜鬧奇》你也拿過 是嗎 配角那些你也拿過 是 因為有好劇本 好角色 好導演 這個是鑽一不可 但我覺得 如果不是當日我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我們都不知道那條路應該怎麼走 就是剛才我說 我去樽頸威 我不知道怎樣去開拓自己 是 那個經驗我就知道 因為有一條路出現了 是 我知道 我下次再做主角的時候 我就要這樣 是 我要這樣去調教自己 或者我知道我有什麼不足 我要在那裡下輔 我開始知道 所以接下來 那時候應該是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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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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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걸로 我覺得每個人都去到一個階段 自己是開始 不是因為差了 慢是正常的 因為要在台上慢慢去經驗 慢慢去理解 慢慢去實踐 是需要時間 所以回望回 為何我那時候五年就這麼灰心 根本都未試真些東西 試到現在其實到今年 在華盛頓第十七年 我也覺得 有些基礎都未做好 或者有些事情還要繼續去做 因為那件事是沒有終點的 我真的覺得 你要這樣做 一步一步去做 所以我 阿姆魯老師 他給了我一個這樣的經驗 之後他都大大小小 有很多戲 無論是他的戲也好 或者是別人的戲也好 他都給我做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戲是 《生殺之權》 《生殺之權》也是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 還有難度很高的戲 古裝戲《鄭和與成組》的經驗 讓我做鄭和 那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因為是一個中國古裝戲的男主角 我未做過 我們第一次做 當時是第一次 當時是第一次 那也是另一個經驗 要做這樣的戲也是不同的 要有一些技巧 要一些不同的演繹方法 無論在港台詞的方法也好 怎樣也好 身段 如果我沒有這些經驗 我根本 其實我對於舞台的認識 真的很少 有了這些經驗 我不是認識了 而是 我看到 看到就好 因為看到就是有條路走 幸好 這些角色是令我看到很多可能性出現 在舞台上的可能性 在我自己的演員成長的可能性 我看到 我看到就好 所以我覺得那幾年好像做夢 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戲 魚夢之夢 魚夢之夢 魚夢之夢也是值得說的 你們第一個獲獎 魚夢之夢是第一個獲獎 黃先生 黃先生 你知道 楊細帆總監請我做壞蛋 魚夢之夢是憂鬱小生 怎麼可能 乃星川老師他又敢死 為眼色英雄 武師他肯比 你知道也要說武師肯才行嗎 他肯比我做壞蛋 我覺得當時對劇界的同學 都有點驚喜 我相信 他做這類角色 所以 你沒有遇到 你就沒有機會試 最重要是有機會試 得失成敗是第二個話題 你沒有機會試 你就看不到 你看不到你就不能檢討 嗯 沒錯 不過機會經常都說 當然 你要自己好好的磨鍊 裝備了自己 才可以去把握到機會 不然即使機會來到 哎呀 你都未準備好些東西 都是浪費了機會 或者你是拿不到機會 其實都是 而且那個所謂裝備 我覺得心理質素很重要 是 尤其是演員 尤其是演員 隨時準備面對挑戰 對 你裝備 說真的 你剛才說 就算是 去到寧玉劫 或者是黃先生 這些 其實你已經是 都幾年了 那件事 不是剛剛 一進來就成為男主角 那種 或者是演一些這麼經典的角色 也不是 其實反而還害了我 對 未必可以 未必可以 即是一開始 如果已經成為男主角 可能我就驕傲 或者怎樣 眼光反而是窄了 窄了 而且也不同的演員 如你所說 有些可能 他就是 一開始他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你會是那種紮實 即是慢慢 基本功 慢慢慢慢地 去建立一些東西 那種演員 對我們來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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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慶幸 是這樣的 因為你在低位慢慢上 你不是一開始就已經 好像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反而你還真的懂得去看周圍的東西 是吧 即是 到我有機會做主角的時候 我真的想回頭 你那時候怨人不給機會 但我又很了解 為何那時候會是這樣 因為其實說到未 那時候更年輕 現在很多 你現在一說 我十七年 在十七年裏面 那五年就是細部份 但是你那時候很年輕 剛剛畢業 你現在很想做很多事情 那五年就是五年 就是那個時間 年輕一定是 因為太多生理上 或者心理上 生理上 你很惡性 有很多事情 你真的要不斷動 要你這樣是辛苦的 是 但現在到你十七年 其實有些事情已經沉澱了 你再看那五年 你又覺得五年很快過 其實為何當初會這樣 但其實我想每個人都會 是 每個人都會 反省 真的要反省 有些事情是老生常談 當以前老師教你 如何反省 每一天要反省三次 耳邊封 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是 五日三死不生 真的要 想一想 死得我都沒有做到 那又不用 確定一日三次 沒有 只是起床那一刻醒 那個醒來 那個醒來 我都很辛苦做到 每一日都 每日睡三次教 每日睡三次 已經很辛苦 每日三次教 每次幾多 三八 二十四分鐘 那個便容易 阿強 我們好像 還有很多事未說完 是的 你可不可以 撥勇 賞臉 再來一次 現在說到零幾年 什麼時候說到一、二年 下次 是嗎 好 請你再來一次 好 好 多謝 我們下個星期 好 再見 再見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